好了,我們繼續回來了 我們是在看《基督教郵報》講的《刺經》再次再發現 好了,我們繼續看下去 而《刺經》由於兩約之間的古橋 值得信徒去遊歷、陷拆、去了解一下 而在《刺經》十幾卷的經書裡面 《辨西拉》這位曾經編讚針言的耶路撒冷文士 所寫的《辨西拉致訓》就最值得與《刺經》的針言叛讀 而這本的致訓也極度受到猶太拉比所重視 而且幾乎被推薦入去《刺經》的證典 根據研究,主耶穌的言訓、保羅和雅各的書信 都有這本致訓的影子 尤其包括倫理教導方面 更加是頻頻互相呼應,內容也非常豐富 《字訓》原著應該是希伯來文 聽說《辨西拉》的兒子譯為希臘文 十九世紀末有一份幾乎完整的 十一世紀希伯來版本 在《開羅猶太會堂》出土 令現代人可以進一步研讀《字訓》 所以書裡面的內容顯示 《辨西拉》能夠融會貫通全本的舊約 除了《路德記》、《以斯拉記》、《以斯貼記》、《以斯貼記》 和《丹利書》之外 將《摩西教父》以智慧文學體裁來表述 而《字訓》今天也可以成為《基督教世界》 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一本《得玉手冊》 也享負成名 《字訓》裡總共有五十一章 《生活和道德提倡》是一個很廣闊的 不下於針言 包括了以下各種內容 而這個行事為人和敬畏上帝的主題 也結合相乎相成 華人教會向來都重視道德性的方面 所以《辨西拉自訓》以至《刺經》各卷 也是一個珍貴的教材 幫我們實踐《聖經》的道理 這裏我都已經讀過了 我講過的 總之就是《刺經》裡 我們一定會講《辨西拉自訓》 剛才講的原因 另外《所羅門自訓》也會針對看 我不會在簡介的時候 講《所羅門自訓》 我們之後會講 而我覺得 這個《所羅門自訓》裡面極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講到偶像這一部分 他講得很具體的 就是你整個偶像出來 為什麼還要相信這個偶像呢 以及相信這個偶像 會產生什麼問題呢 其實是講得非常具體 也很明白的 所以我也會非常推薦他去看這本書 是OK的 好了 我簡介這個《刺經》就到這裡 希望我日後 將這些題目 逐步逐步向大家 一起去講解或研究 講到這裡 祝福大家